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好久没见叔叔阿姨了 我这空着手进去不太好意思 你傻来这套吧 以前你进我们家 不跟进自己家似的 走吧 姬飞 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你 你说 如果王鹏 再回头求你原谅他 你还会接手他吗 自古多情空于恨 此恨绵绵无绝境 我不想活那么累 妈 回了 你看这是谁 阿姨 您还记得我吗 不行了 这么说我还真不记得 你从小最调皮倒大那个清风霞 吕青 这在我面前是个儒雅帅气的大帅哥 哪有当年的精灵古怪影子 阿姨您给我讲了 你还记得吗 当年我我委屈过你 这头教训你 还记得吗 记得 当年你以为我把你们家的笨笨猪 给拐卖跑了呢 其实是把睡着的姐姐给背回来 所以才回来晚了 对 你这小子记仇 一直不给阿姨赔礼道歉的机会 现在还记仇吗 哪能啊 早就也忘了 妈 这陈年冤案也算是平反昭雪了 你就做顿大餐 算是补偿它 那对妈妈来说这是小菜一碟啊 给你爸爸叫回来 陪你喝两粥 阿姨您别忙了 我开这车懒了不能喝酒 不能喝酒还不能吃饭吗 能 俩人坐那儿聊 给倒点茶 别管了快做饭吧妈 阿姨您辛苦 今天不见的大小雨 行了 做饭去吧 来 雨晴坐 这么久不见 阿姨还是送了小雨宴人 你这些恭维的话 应该当着我妈面说 她会多给你饶几道好菜 我刚才没想起来 我爸回来了 来了 小飞 你能出来一下吗 我有话跟你说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我们缘分尽 各自尊重吧 小飞 当时的情况你也清楚 我不怕做出选择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把事情弄清楚 再向你解释 我给你的时间还不够多吗 我等来等去等来什么结果 分开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你走吧 小飞 你听我说小飞 我不跟你说 小飞 小飞 你听我说小飞 放开 小飞 我们你冷静一点 改天再跟她说 阿姨现在在家了 小飞她知道了不好 老齐啊 你先给我出来 小飞 妈 不是我吧 李青呢 在外面打电话的吧 我怎么听你小鹏在说话 不是 怎么了你 你怎么 谁也是 我希望你能体谅一下齐飞的心情 今天发生的事已经够让她窝心的 你少拿着你医生的名义在这打掩护 在彩玲的病情上 你为什么不能在这医学的角度客观评出她 你为什么在结果想告诉齐飞 你现在强行的去跟她谈 能谈出什么结果来吗 所以我希望你能冷静你的 回去找陈彩玲 让她理智一点珍惜生命 别再无力取闹 我离开了你好接住是吧 李青 你称人之威你不觉得可耻吗 我警告过你 离齐飞远点 需要被警告的人是你 请你记住 爱情不是博爱 在齐飞和陈彩玲之间 你必须做出选择 因为你选择的是一个 即将陪你走完一生的妻子 一旦决定 你就需要跟她同甘苦共缓难 而另一个 无论她有多优秀有多爱你 你都要给她拒之门外 不能给她留一点欢喜 我早就做好自己的选择了 你别再来教诲我 幸福是要靠自己把握的 如果你真心爱齐飞 就请你把自己面前的路 扫干净 别留任何账号 如果不爱 那就请你放手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在齐飞未将终身之事托付之前 我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 你就别为你自己卑鄙的行情辩解了 你也可以为你的行为辩解 如果她能理解你的话 谁也抢不走 如果你还让她伤心的话 那没准那个杰族先登的人就是我 毕竟我们两个人 是从小轻微猪骂的 你混蛋 冲动只能带来余水 我不跟你动手并不是我怕的 你记住 这是齐飞家楼下 一会儿齐叔叔就回来了 好自为之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